吸氣準備 吐氣慢慢兩隻手往外拉 想像你的後背有的東西 你要把它加起來 這堂課聘請了專業的講師 帶著長輩練練肌耐力 坐在椅子上手拿著彈力帶 讓手部上半身都伸展伸展 幾個回合下來 長輩說還真的感覺有點酸 但是每個星期三來上課運動 很健康也很開心 後續帶他聊聊天 運練運動 就是其他很好的教育 會很酸 對不錯 很酸 很酸又不敢講 這是運動的一種 其他運動的鍛鍊身體 關懷句點的活動 我們還有安排一些活動 有關於肌力的訓練 還有一些預防失智的活動 有些畫畫圖 做作手作 像我們最近還有在排的就是排 讓他們手腦併用的 就是說讓他止準的 或是丟沙包 玩飛鏢 這種的話就是他手腦要去運用 可以讓他更靈活一點 像這些活動我們都持續在辦 鄉長社區銀法俱樂部成立 關懷句點每個星期都安排 課程也舉辦老人共餐 轉眼已經七八年的時間 因為不少老人家閒在家裡無聊 所以社區也鼓勵他們多走出來走動走動 安排的課程也很多元 有練肌耐力 有腦力激盪 練專注力 像是這個扔沙包很講究精準度 這位87歲的阿嬤有練過 幾乎一大半都進了盆子裡 長輩丟得很準 我們年輕人都還丟輸他 像一丟下來丟十六個 十八個 然後我們自己丟 丟八個 五個 有時候就覺得 可能是我們自己比較沒有練習吧 但是老人家就很專注了 他就很願意這樣去丟 那這樣子對他其實是蠻有幫 那種手腦運用的部分就很有幫助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中午時間一到 志工端出拿手好菜 菜色豐富 有魚 豬排 青菜等等 長輩們每個星期固定共餐 生活變得豐富有趣 不但安排不同的健康活動 還有車子貼心接受 都讓長輩感覺好模型 這層慧玲希子採訪報導